好,接下来教的东西叫做臭氧洞 臭氧分成是欧山 李华老师还有教嘛,欧山 它有点颜色,然后有刺激性的味道 就是臭氧,有臭嘛,还有点味道 重点是它有毒,它会伤害你的呼吸道 所以我说它在地面上是坏东西 它是空气污染物质 如果地面的空气臭氧多 就表示空气很脏,它是污染物质 可是它的好处它可以吸收纸外线 这以前教过了,它可以吸收纸外线 所以它在天上是好东西 因为它在天上把我们对人体生命有害的纸外线 给过滤掉,吸收掉 臭氧,欧山,重点是它可以吸收纸外线 那么大部分的臭氧都在平流程 平流程大概在十几公里到五十公里之间 中间有一段臭氧含量特别多 我们把它叫做臭氧程 大概是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大部分的书都写二三十公里 那个十五到四十,忘了是哪一百还哪一百门写的 是我见过最夸张的写法 但大部分的书都是写二十到三十之间 臭氧含量高叫做臭氧程 所以就是这个臭氧程帮我们过滤掉 大部分的紫外线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南极春天十月的时候 臭氧含量变得特别少 我们把它称之为臭氧洞 臭氧洞 好 为什么十月是春天 为什么十月是春天 南半球 季节跟北半球相反 为什么是南极 不告诉你 不告诉你 因为某些原因 发生在南北极比较多 尤其是南极 南极是我们首先发现臭氧洞的地方 但是别的地方也可能会有 甚至于中纬度的地方都可能会有 但是我们主要叫南极 南极上空臭氧含量很稀少 不是真的到完全没有 但是变得很少 很少 我们把它叫做臭氧洞 叫臭氧洞 每年春天十月的时候 南极上空臭氧含量稀薄 我们称为臭氧洞 所以这照片 那个颜色比较偏向那个蓝色这边 蓝色这边就是臭氧含量比较少的 偏红色那边就是臭氧含量比较多的 另外一个照片意思差不多 差不多就像你差不多臭氧洞 这是一个 一张照 下面有个动画的 给你显示 从八月开始显示 比较偏那个直直红红就是臭氧洞 你会发现它大概在 九月十月的时候 那个洞特别明显 十一月又不见了 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见了 讲过我们国东不教这个 他就串氧洞 现在九月嘛 九月 然后呢就越来越大 然后十月越来越大 然后十一月又会消失 十一月又会消失 那个黑黑的就是 那个人造卫星没有拍到资料的地方 所以是黑黑的 就像是十月四号五号六号 串氧洞大 可是到了十一月它又会重新消失 它又重新消失 串氧洞又会不见 现在是十月二十六号二十七号 然后进到十一月 然后它又会慢慢就不见了 慢慢就不见了 串氧洞又会消失 这是一个过程 从八月一直到十一月的一个过程中 串氧洞的情况状况 让你看一下 OK 这是串氧的平均面积的变化 有一年大概在2003左右 突然变得很小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第二年又上来 那是另外一个斜法 那意思差不多 意思差不多 好 臭氧洞有什么问题 有臭氧洞就没有人帮我吸收紫外线 紫外线就可以长驱植入到达地面 然后因此就 人类疑患皮肤癌跟白痴痂的机会就会增加 然后呢免疫系统会遭受到破坏 你就容易生病 容易出问题 然后植物也会发生病变 然后呢 浮游生物也可能会死翘翘 我讲过了 紫外线是可以杀菌消毒的嘛 那浮游生物小小的就容易被杀掉 那没有浮游生物的底层的生产者就 没有了 那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环境的大乱 那这有个紫外线指数 这个以前有教过了 紫外线指数总共有15级 7以上叫做过量 10以上叫做危险 现在呢我们又做紫外线指数的预报 告诉你说 已经达到有个量之后呢 就麻烦你要注意要出去要防晒 衣服呢把身上多遮一点 连这就把它遮住 等下把它盖住 带个帽子啊 遮个口罩啊 掺个长袖啊 之类的 把它把它挡住 一般老师考那个7以上过量 10以上危险 我讲过学测考 我需要别种考法 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子 告诉你说 大概在5、6以上 就要注意了 出去就要防晒 5、6要注意防晒的过程 看一下就OK了 背7以上过量 10以上危险 那为什么会有臭氧动呢 因为绿的关系 因为绿的关系 绿哪来的呢 来自这个 佛绿碳化合物 有人只有写佛绿碳化合物 意思一样 CFC CFC 佛绿碳化合物 然后呢会阻碍臭氧 所以呢 这它造成的 我们国中没有真的教你说 它是如何阻断臭氧形成的 但是学册有考过 但是学册就考 阅读测验 字都写在上面了 你看完就会了 看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OK 那我们国中没有教 但是是因为绿 绿的东西 佛绿碳化合物 佛绿碳化合物 这东西很好用 佛绿碳化合物 这很好用 这美国杜邦公司的发明 很好的冷煤 膨胀吸热 膨胀吸热 很好的冷煤 很好的清洗剂 可以渗到凤凹把东西洗干净 洗电路板 很好行 很好的灭火器 而且呢 灭火效果好还不伤意料 你们后面的书本着火了 用水把它灭火 水灭掉了 书给挂掉了 因为书全部都湿掉泡掉了 用它不会 喷完火灭掉了 书还是书 没事 所以灭火效果高 还不伤意料 很好 可是呢 后来发现 后来有人发现 它很轻 很轻 然后往上飘飘飘飘飘飘 就飘上了 然后就渗渗渗 渗到了平流层 然后呢 就分解产生了氯气 这个氯气会阻断臭氧的形成 阻断臭氧的形成 然后就使得臭氧含量变少 就会变少 因为氯气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有个条约 1985年 有一个臭氧保护的协定 然后呢 重游这个 1987年9月16号 有一个蒙特罗议定书 然后89年正式生效 蒙特罗议定书说 1989年1月1号以后开始 不得再生产及消费佛氯碳化合物 但是那个欧盟 欧盟提早了五年实施 我们是产品外销 配合欧盟 我们也提早五年 因为欧盟会说 你的那个电路板 不可以用CFC去洗 用它洗的 不准消到欧盟来 那我们为了配合它 我们就跟着一起这样做 我们跟着一起这样做 有没有 用的那个立可白 用的立可白 这种立可白 在很多年以前 这上面会写 著名本产品不含CFCS 告诉你说 我很环保 我没有含薄氯碳化合物 请多多爱用 好这是 但是现在都不会写 为什么不会写 已经禁用那么久了 本来就应该 没有 本来就应该没有 本来就应该没有 但是以前一段时间 在比较更早很多 十几二十年前 它会写 本产品不含CFCS 就是这个东西 OK 好 一样 国中生的程度 只要记住 有一个条约叫做 蒙特罗议定书 它要限制 我们生产及消费 佛氯碳化合物 目的是要 解决臭氧冻的问题 这样记住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有关臭氧痘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对吗 好